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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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开心的和几位元老级的牧师耸算神的恩典 当我们一直在跟随神的时候 神的恩典是一浪又一浪的 所以我们今天最元老级的 铁心牧师 妙妙牧师 见识牧师 是张牧师的嘉宾 大家好 我最好的 帮忙 好了 我们跟随了牧师 或者我们说跟随神在建造六一二十年 今年真是得性有得性 好不好大家一起来看看 在哪方面我们跟随神 神让我们得性再得性 特别是2021年入面 是啊 我先讲好了 因为这是我们带刀者最开心的 我们2021年一开始 其实是不能实体聚会的 然后真的我们祷告 祷告 祷告 我们也等候 然后每天成达 成达 我还记得牧师成达前面都没什么人 我们还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成达 然后才真的在成达当中 神就对我们说话 我们在送难节就可以开始实体了 实体聚会 我记得我们应该说回 1999年年底我们逐掌上邮轮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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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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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年底 逐掌上邮轮 原来COVID已经爆发了 我们都不知道 是 那我们好像从大患难中出来 我们都不知道 是 是 跟着2020 就一直到现在2021了 就是很不容易的日子 那我们有经过很久的 不可以实体崇拜 是 我又记得有一张照片 我下面全部没有人 在背着一张照片 对 就是欢迎大家回来等候 大家回来 好像父亲等候儿女归来一样 多么的创伤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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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来到今年的3月25日 是 我们就读中 是 三母耳记相 读到第十一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 那里就这么说 众人对那使者说 你们要梅福基列亚比人说 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 你们必得解救 我就领受 我在这里写下的领受 就是明日正午的时候 神会给我们有好消息 得以解救的好消息 我的意思是 我们就可以实体聚会了 嗯 结果呢 我们 是3月25日领受 3月26日政府就公布了 嗯 新闻就又出来了 就可以应验了 那变成我们在受难治的时候 立刻呢 我们就可以实体崇拜了 我自己非常非常之感恩 觉得我们在神土里面 我们去服侍圣灵 神就对我们说话 我们 我也都这样宣布 是 神就这样去服侍圣灵 我当时真的很用信心去宣布 是 明日就有好消息了 平时你好像宣布 是这个实体聚会 会一直延续 直到疫情停止 应该是这样的 我当时我领受 是 就是 会继续实体崇拜 一路可以延续下去 去到疫情结束的 但我当时不敢说 我也有些惧怕不敢说 说了不是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都 收在心中 我觉得有一两个月 然后我再 我写下了 但我不敢说 但是到时候 过了一个月 多松一点 我就开始不理了 我就宣告 我们可以实体崇拜 结果到现在 是 大半年过了 到现在 今年2021的最后 我们真是得得2021 真是得得2021 是吗 很感恩 很感恩 当时也有这样的领受 用信心宣布了一部分 但是 还有一部分也不敢宣布 后来又做了 那我觉得很感恩 是 真是很信实 是 凡是 我们领受的 他跟我们说的 他都去承受 结果我又看到 我们香港 我们这样跟神 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经历 神迹 祝福 很开心 很感谢主 好 见诚牧师 对 而且我觉得 特别是 其实世界各地 疫情还是都继续的 但是我们却可以这样 我也是在这样的 我记得 我是在这样的状况 我就想回台湾看妈妈 其实我一回去之后 反而谈疫情又起来了 其实好像只有香港是安全的 就是这是很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神就真的保守香港 神听我们的祷告 真的感谢神 然后我就想到 今年又有一个蛮开心的事情 就是受洗 我记得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查了一下 原来才24个人受洗 因为疫情嘛 就聚会都很困难 但今年却有很多 这个我记得贴心好像 特别有感觉 没有啦 应该说 我在没有做五国界先知的时候 我就负责 新人苗普跟MG 那牧师就说 我们要每个月有一次受洗 压力很大 因为行政能力很差 受洗 受洗 我就很紧张 那我讲一个笑话 第一次敬礼 因为我是部长 我就好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 这个次序不满我的意 我就跟那个信表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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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信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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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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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弄了整个部门的同工 都好害怕 好害怕 那当然感谢神的恩典啦 就是 其实你说2021年 一整年 其实不到一整年 其实我们是大概 后半年 后半年才开始嘛 然后每个月一次敬礼 这当中还停了 有两个月是暂停 那感谢神 其实只有后半年 我们有五百六十七位 弟兄姐妹受洗 我觉得真的是 让人真的觉得 非常非常的惊讶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 但是我也要讲说 除了这个感恩 就让我也很深的看到 根本不是 我一个人能做什么 也不是我的部门能做什么 而是真的是 神在我们当中 行了大神迹 后来我发现 我不再做这个部门的部长 我做了五国界限制 这个敬礼呢 李恩牧师总负责 然后 陆比牧师的部门配搭 人家一次敬礼 也两百多个人 对 室内 室内首创人数最高 所以我真的觉得 人都不能够窃取神的荣耀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做的 我觉得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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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不敢的 还有我觉得这个受洗的人数 是当然是超过去年 但是也超过前一年 所以就感觉 2019了 这个福音的浪潮 事实上是有 2019我们有多少人收来 400多 400多 所以是超越19年 所以真的是 其实是用半年的时间 所以觉得这个信主的浪潮是涌过来的 是的 就是福活节 恢复实体崇拜 就是这后半年 可以去到五百六十七日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日子 在神的手中 我找了这两张照片给大家看 那只是我的手 是 那是月亮 是月亮 就是我要表达 是神的手托着我们 我们的日子在神手中 那这一张呢 就是日落 那个云彩好像飞鹰那样 鹰的翅膀 是的 鹰的翅膀 就是我看到神是将我们余鹰 背在祂的翅膀上 就是经过这两年这么艰难的日子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日子在神手中 是神背着我们走 是神保护我们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除了刚才所说的 神的话语带领 我们可以实体崇拜 香港又真是很平安 而我们亦都是真是跟着 神所说的话呢 我们带着众分堂去凝聚 连事 哇 这些都是神大能所做的 那我更加要看的 就是今年10月10日 我们有按摩礼 是啊 那我按摩礼的时候 其实很特别的 之前呢 10月10日之前是8号台风 是的 然后呢 不知道能不能按摩 然后台风一个呢 我们就可以按摩 刚刚就可以按摩 按摩完之后呢 又有8号台风 哇 怎么会这么巧呢 所以星期一的时候 我们都是经历着8号风球的 哈哈 星期日是按摩 即11号是8号风球 是的 都这么特别的 但我又再看看 真的我 看回我按摩 我自己的按摩 是1995年 嗯 就是26年前 嗯 那我再数一数 整天都给我们数一数 我立了多少个目标 26年来 就是其实是回到香港 是 我们有几届的按摩 是 我们有几届的按摩 又总共按摩了 按摩了26位牧师 那我看到 哎 就是10月10号 8号风球当中 之后我们按摩了26个 其实是26年来 我按摩 我自己按摩的26年 按摩了26位牧师 是 我觉得我的日子是神手中 是 是 甚至将来神给我们骗席 52个骗席 我都相信每一天都在神手中 是 是 所以在2021 最后的时候呢 我都要很感谢神 很感谢 神带领 是 神有恩典 是 是 Amen 得得2021 还要和大家说 这三位元老的牧师 在身体 在健康上 都得 得胜 得胜 我未见过他们 那么瘦 那么漂亮 三个可以这样坐 在一张梳法里面 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我明白 肥肉分别大 我觉得得得2021 今天真的非常有神的带领 是 不单是得胜 我们个人 我们家庭 是我们整个教会 是在香港得胜 并且我们得人与得语 Amen 567位受证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些得胜 都是神的得胜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一起去跟随祂 希望2022年 我们继续一起跟随神 Amen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